PS5 Pro可能真的要来了 战神5可能会登录PC 说实话我对PS5出Pro也是半信半疑 我希望它能出Pro 但是它是否能出 这个真不好说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 2024年索尼PlayStation展会将于本月 也就是5月举行 可能会公布这些消息 另外还可能会公布寄近领2和对马岛2 我希望再追加一条 那就是PS会员夏季打折促销 其实不论是PS5 Pro 还是独占大作上PC 对于想买和刚买PS5的玩家来说 都是一种干扰 另外还有人说PS5根本没有几个游戏 那我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PS5独占大作上PC是早晚的事 对马岛 战神5 美墨2 蜘蛛侠2 这些都会一个一个的登录PC 但是在进PC之前 它先会打折到100多港币 先让预算不读的玩家耍耍 然后再入库让会员玩家再乐一下 等PS5用户都玩的差不多了 都玩腻了才会登录PC 一般都是这个流程是吧 第二 PS5都发布三年半了 如果你还没买 那就是不想买 我建议这些玩家等Pro 因为电子产品是完买不吃亏的 今年等不到还有明年 明年等不到还有2026年 如果你刚买的PS5也不用担心 即便是明年给它i6来了 目前的PS5一定是能玩的 将来如果发布了PS5 Pro 到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上Pro 另外说PS5没有几款游戏的同学 它的本意是说PS5没有几款独占游戏 也就是只有PS5能玩PS4 PC什么的都玩不了 我们不要神话PS5 PS5它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游戏机 它是玩游戏用的 它既能玩PS5游戏 还能玩PS4游戏 而且大部分新出的全平台游戏 对于PS5的优化也是很好的 所以说PS5是可以玩很多游戏的 索尼早就放弃了Only PlayStation 这些老玩家还执着什么呢 执着那个回不去的时代吗 时代早就变好几轮了 能跟上就跟上吧 跟不上其实也挺好的 只要自己喜欢自己高兴就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